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大家看看港股最新走势 看到恒指吃完饭回来 看到最新报21,269点跌29点 国企指数是最新报7,183点跌49点 但市成交暂售754亿 这个市场先购住 看到又不上不下跌 又倒跌回来跌几十点 大家好 Kevin Tony好 Kevin已经追问9987 试完这只出了个业绩 看一看 见到百姓中国去年第四季总收入按年跌了9% 正利润跌了8.9% 但Stanley看到她的派息是0.13美元 但其实见到这些行业都说 虽然数据好像跌那么多 但都好像比市场预期好 因为这样所以还有得胜 那其实则是很严重的 但我先回答她之前 要先讨论Toni OuBedless Chinese 同意的 我都觉得这些估计 你问我 我都好像向对她的看法 也算一样的了 但只不过 你现在炒这个AI概念的东西 就变成了真的 是这个衷徑 但是這些股票是很難玩的 還有因為沒辦法 Tony有少許股票他猜不到 縣銀又減持他 變了現在 讓給點耐性等等 是 脫了就不會了 Kelvin 你問一下 九九八七 這個百姓中國 我猜你也沒有課的 不過 想談談業績 不過業績看大數 剛剛你說得對的 是好像跌了九成多 不過其實有些是一次性因素的 其實如果撇除的話 可以給大家看 會清楚一點 其實如果撇除的話 經調整後的利潤 其實是 和上年同期比的話 是增加了1.5倍的 其實你說是不是差呢 純粹是上面有個數 那個是上年 就是前21年的時間 那時候有個叫韓州 有肯德基 重新計算的收益 那裏面有個叫非現金的收益 那你撇除的話 如果你這樣計算 如果你計算這個數的話 它的經驗利用是大跌的 不過經調整後其實是OK的 反映經驗的效益 就是叫做得比較好 那如果你回到全年來計算 基本上都是 就是有個差不大的情況 都是 變成反映這個數的話 其實表現就不是差的 就是這個 你回到這個數也是OK的 經調整後這個跌很少而已 因為始終你也可以說 就是餐飲行業 面對著疫情的影響是厲害的 所以變成其實上年這條數 已經預算差了 但是今年 你看公司自己之前提到 就是說 它都說今年可能 正真真的 叫做一些分店 它都說好像是一千間 反映它看法就還沒 就是都幾樂觀 很正面 正面 所以變成它的價格 就可能 而且派息都叫做 我印象中它派息都好像有些增加 所以變成就 是啦 它的價格比較硬 但是只不過 Kevin 我想你又不會買它 你還是問一下 最近內地的餐飲股都一般 其實餐飲行業 我有 因為寫國關係 自己有一點研究一下 那百姓的定位 就是它的餐飲 因為它做的快餐位比較多 它的定位就跟其它相關之下 它是OK的 它本身因為很多的店舖 或者分店 它可能在駐車站那些 那些人流是旺的 是OK的 所以就變成對它的看法 我又比較忠勝一點 我的看法又不是很差 但是只不過 現在你說是不是要衝過去買它呢 這些股份不用急的 這些股份也不會走的 還有基本上可能現在的市場 都不是太集中看這些板塊 所以變成暫時不理它了 最近這幾天都在說AI問題 2390大家都說它是否接力8度 現在升4.6%了 真的 是不是接力 看到8度今天回了一些 你真的很誇張 它本身自己也有一些線上對話的東西 是的 是否也是炒AI的概念 接力呢 所謂 你只要說它是做一些search engine 但只不過是真的可能針對性一點 就是問一些 就是大家如果又用開這一類的search engine 你就知道它們的那些叫做什麼賣點 但是問題是今天這一下升就很明顯是炒了 就是很明顯就是可能有少少 因為它那些都是做search engine的 現在你的微軟 Microsoft也好 甚至乎現在的Google也好 search engine也好 可能借個細節是純粹炒了 但是這些是要很小心的 還有呢 有一點東西 它的成交量是不是很厲害呢 其實研究上不算是 它今天的成交 其實你看它的棍是很厲害 就是那些棍是應該現在爆上去的 雜誌都是3.9千萬 它那時候是成交的那些股數 是百多萬股 你平均以往的可能是十來二十萬股 這樣就是爆上去的 但是其實也就是嚴格上不是特別多 所以這些股數大家看看算了 Tommy也說2390和988比差很遠 差很遠 差那麼多 不是大隻很多 是大家的技術層面上看 其實你似乎和你百度的莫比 真是莫比 真是太遠 大家好像昨天炒完一陣 今天就轉去替二隻 是不是真是順炒作呢 不是不是 我剛才有一件這樣的說法 股份的東西就真是 你很可能有天天上升的 就是有天天上升 其實就真是 如果大家這樣想的話 就有點不似實際的 這個真心的 還有你用回 因為現在我都說我這陣子都是不斷 都很留意這些相關的行業板塊 其實說真的我就不是看百度的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看微股那邊 有沒有一些真是AI相關的板塊 打算去撐那些 但是昨天 你可能我現在看了十多二十隻 因為點到這個list類似MOS的了 昨天也有升有跌的 有些可能是升5-6% 有些可能隔晚的時間 你覺得良成的 就是個別發展 這個辦法我覺得炒作就沒有完的 所以港股裡面來計的話 百度 你照買 照拿著貨是OK的 不過如果大家好像 Toni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玩看美股 金剛那些可能有玩的 但是如果大家有留意看美股的話 反而那些 我覺得就再直播一些 我不知道 反而你說真的 就是說 現在這一範這樣計算 始終我覺得外面又是那個 那個衝景會再大一些 甚至乎你看到今晚的時間 其實Microsoft這些都 Microsoft、Alphabet都升8-4% 其實它這些最大路的那些 其實都OK的 現在變了很多選擇 但是 港股這邊的 你說八度這些位置 當你說短炒 那你又買一些擺一下 沒有說不行的 因為這些板塊都是 你說一兩天 一兩天 明天有沒有升 不知道 但是起碼這些板塊 我相信這個概念 不是那麼快就玩完了 我覺得還有一段時間炒 是的 我記得Tony都短炒 昨天應該都吃了 吃了 等於今早好像買回來 恭喜你Tony 短炒這隻 是的 留意美股那邊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AI技術那些 如果廣泛使用 好像外國那邊 應該自由度都會高一些 可以這樣 是吧 雖然你入八度 不是有它不好 但是這個 真的要等它那些東西出來 是的 因為真的要 這些要試 現在大家 我自己來為例 我都在等著 Microsoft 那個東西 就是那隻東西 不知道是冰還是冰 它出來之後 現在我都登記了它 如果到時可以 因為現在登記了之後 可能它之後會類似什麼 可能它可以讓你用那個冰 它現在可以用到那個GPT 可能可以試下用 看看什麼情況 嗯 都是炒憧憬 是的 因為始終三月都算開始 有幾個 是的 有個憧憬在這裏 也好 但是這個憧憬是 是有些 都是那樣東西 你最終是看看 究竟是否能否成功商業化 如果你真的做了這件事 其實這個憧憬就變成 一個實踐了 實踐了 而且就是那個 Forecast的前景很厲害 所以這件事 大家 逐步逐步看 是 逐步來 始終是初步 不過也有個 起碼有個開始 Cavin就問一隻 帕能 正在升一乘四 這隻有什麼事 看看有什麼特別消息 這隻 這隻 類似炒這些 也是AI 原宇宙 原宇宙 不是之前炒那一層 不是炒不起來 沒有關係 為什麼呢 帕能等於另一隻NVIDIA 它有那些GPU 即是那些Diskit Card 其實是AI 其實AI那件事叫Machine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 其實是靠GPU 即是靠Diskit Card 這些東西 所以你這樣拉下去的話 你的帕能是有少少的概念 當然 有那句 你沒有貨的話要買的 當然直接買NVIDIA 那一個 但是好像我這些有貨的 你先拿著它 每天又拿著它 又不理它 這些 第一 你真的不知道炒多久 這個消息 但這些有貨還沒拿著它 才不理它 因為它去得很遠 不過這次的基本面 真的差點了 差點了 這樣 反彈一點 今天反彈了一成多 Cavin應該這隻也沒有貨 不過純粹二棟 就看一看我們 Cavin也沒有貨 Cavin是看淡換風的 還是不需要的 但不需要要升 但是今天的銀行股 是OK的 本地銀行股 是啊 幾乎全線性 我剛剛看一看 11號 2388那些 今天升什麼呢 它們有 這真是搞笑 這些應該跟 包括 比較容易言論的關係 是啊 但是其實它的言論 就是這樣說 人們覺得它很夾 但是我覺得它說的 沒有說的東西 可能大家會覺得 它說的東西沒有說 就等於是夾的了 它沒有強調 要加息部份 要加快 大家應該都是夾的了 是 所以就變成這個 這個就有趣的 這個跟那個市場的那個 預期 就是那個落差 是 怎麼說是跟它落差 是它的落差問題 是 只不過這些版塊 我看法都比較上一般般 但是看圖 其實中銀行香港 挺漂亮的 好像有個兜底的情況 出現了 好像挺漂亮的 圖又好像 有些圓 這樣兜一兜底 再兜上去 不過剛剛它上這位 好像就破不了 這些有點尷尬 這隻很大 林小姐的外股 是啊 它變了現在 不過它都是問的東西 它都不會去買 現在變了 曾經擁有貨 如果這些有貨 就暫時儘管拿著貨 是啊 雖然銀行股都可以 不過Tony也說得對 我記得你早上 應該也有輕輕談過一下 就是美團 拖累 真的拖著 暫時就算不算 縮小小的跌幅 剛剛去到 跌6.3% 那件事 就是那個 是不是有個競爭對手 出現了抖音外賣 有傳下個月 全國上升 但其實它都否認了 Stanley 但仍然有這麼大的影響 沒有 現在大家 某程度上這些 即使你有美團這些 叫做弱勢股 你再加上這些消息 大家有理會沒有 你都先猜了 其實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變成你有美團的勢差 其實又這樣說 又不是現在你一客 你都說了 叫大家不要碰 嘩 只似乎升了5.7% 只會沒有投入它 嘩 只似乎升了 是的 又升多了 先說 先說一下 我不是它剛剛這幾下 都下了一些 但剛剛再爆上去 真的誇張 真的很厲害 但美團這些 真的沒有 就是你問不買就不會買 但是看一看是何時賣的 即是 即是等一下真的要賣的 是的 就是沒有賣到它 一直都和大家說 美團都不用帶 原來要反彈那些 我都說 都不需要博這一張 你博反彈 不如索性買回一些 那一張好過 是的 而且圖真的差 原來美團又出現了五連陰 是的 很弱 看到一隻快手又是差 快手 說一些方網鼓 今天看到又是 美團真是頑 是的 其實美團真是 那些圖是遠跌幾天 對 這些圖是遠跌幾天 對 這些圖是遠跌幾天 對 這些圖是有得廢的 這些圖是有得廢的 真的差就是差 那些 那些圖是就避一避吧 不 保持住 但是在圖是你當這些圖 它跌不回 即是現在這些圖 又像是 對象打到底的 這些圖是像這些圖 但是這些圖 通常陰陽足的話 看入貨制先 看它下枝是怎樣走 這圖講的那一刻又縮了少少 不過市場也倒升上來 不過算了 算了 市場也是 今天波幅 如果這樣高低位計 是不是200 怎樣也沒有 250 250 其實不多 這年也不多 雙湯怎麼看 對 阿Sam 剛才開始說 反而應該都炒完了 反而他 其實炒完又不是完 我覺得這個情況是 都繼續炒的 只不過你剛才這一陣 是減遲消息 變成計劃 變成現在 變成可以下跌一些 但是 如果你有貨的 你便裝熟去算 如果這些要減遲的話 都可能等它有消息的時間 才再彈小的那一刻 才減遲到未遲 現在這些 變成大家 都只是等著 沒錯 阿Sam參考一下 因為Tony 今早都說 20號他都算了 不要他了 對啊 他都想著 一彈上去 可以打個和便離開 是的 Tony說1725 會和SpaceX有關 他說這隻還彈 昨天彈了很多 你這麼說 Tony 他這隻東西 有很多概念 就是叫做概念 為什麼呢 我之前都不明白他究竟搞什麼 因為你說發射衛星的股份 其實大把 這隻 不是大把 有隻叫1045 那隻叫亞太衛星 但這隻東西 其實他的業績 我開給大家看看 你又明白我想說什麼 嗯 因為之前 其實我看過他的東西 我都不太明白 他這一間工作 在做什麼 那當然 我先看看 我先看看他的業績 因為他 先看看 這個 先看看 不是 我開給大家看看 他做什麼 其實他的營業版不多 3億多的東西 但他中間 其實他的業務 他上半年的時間 或者是那些業務 他是做什麼 智能家居 銀行和金融等設備 其實他做的那些東西 其實真的是兩體 他現在新簽來的東西 就是那些 但那些其實都是新的東西 你只可以說是一些衝勁 還有 都是北水炒 就是他 這是北水的外股之一 就是他不斷炒了這些東西 所以你問我的話 我對他的看法 就真的很有保留 但是純粹是炒著 是不是香港生產衛星 你以為那麼容易嗎 很難的 知道嗎 一個很大的技術 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那時候我研究一下 他打太衛星 是有研究過那些衛星那些東西 是 但是 是一個超複雜的東西 首先 他有一間叫做 如果看他主席的通告 他就說他有一個附屬公司 在太原衛星發射中心 就 先說 成功發射三顆衛星 但是這些是不是跟他試 我都不感覺 我都不感覺 其實他幾個 因為射是長征二號 丁運載火箭 應該是 他可能是那三顆衛星 跟他試 我都不知道 我不是 我實話是這些 所以這些公司 免得你炒這些 叫做衝頸的消息 是這麼簡單的 我對他的看法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興趣 可能有衝擊 可能這樣炒了兩天 就是這樣 貴旗荷物差 應該都不會衝的 這隻升了 不理 這些看不通 這些公司看不通的話 寧願不要碰 是呀 通而有其他選擇 Hello 是否玉兒 你好 想問Stanley 他說他還是要撐八度 買入價是多少 如果想撐的話 還有今年恆生指數 一年的波幅有多少 多點 下半拍打你不到 波幅有多少點 這下真的 這下真的 今年過了一個月 你知道也沒有太大意義 因為說真的 你一年的波幅 一年的波幅 所以變成現在看那個波幅的話 不如實際一點 在短期的時間 如果你用短期的策略上 看一個大市 21,000點 是否記得運 因為我經常都說 21,000點是一個很大的 測口的一個位置 不穿的話 其實走勢又 未至於很走樣 但是一穿的話 那個向下的壓力 或者那個情況 真的很明顯 Kelvin 你的猜測 10800至11,200 我扶了你 自己猜測 Kelvin Kelvin 我問你一個問題 純粹 我有一個學術問題 問一問你 波幅是10800至1200 你那個波幅區間是多少 你是由10,000點 去到20,600點 還是由15,000點 去到26,700 就是這樣 波幅是怎樣計算 你有波幅 但是波幅區間是多少 你不明白 你說是由 你計5,000至 這個 我當你一萬點計算 最低位是一萬點 最低位是一萬五千點 還是二萬點 相差很遠 他馬上給你一條數 是一萬七千八至二萬 這些可以 起碼你真的有一個 有實際的間距 如果你這樣計算 有17.8是低位 OK的 不過這個是Kevin的猜測 你那位朋友仔 可否另外 但他都想撐八度 說實話 我看到Tony不說的 1045真的打了上來 原來都說實話 他已經升了兩成 猜不到 這些股票都有人撐 突然之間 是啊 其實都是那樣衝勁 小編也update 了一些資訊 上個月發射了 不是 衛星這些是另一件事 衛星這些 那個概念範疇 就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一顆衛星 其實你要寫 剛才那顆衛星 其實你要做 已經是很貴了 要花工序時間 到你要寫 其實是另一件事 很多東西要配合的 不是那麼簡單 一段長時間 因為泰瑞星這些 是很專業的股份 一直沒有成交 原來真的沒有人理 所以他們的估計 其實這幾年都比較 這幾年也挺差的 但是 我都沒有研究很久了 因為都沒有人理 但是我都想不到 這些朋友都打了不少上來 原來今天破了頂 最高見過2.49 暫時都是全年高位 去到22年初 如果這樣計算 差不多成兩年 一年多高位 年多高位 不過不知道有什麼消息 如果這個板塊 按道理的消息 消息就真的應該沒有 不過它成交 先 都有成交 因為剛才我講 驚訝是有成交 如果你要選 我寧願你選1045 1045 還有另一隻 泰瑞星那一隻 叫什麼 都是做相關的事 周圍星 我不會看到號碼 少了 不記得另一間 但我不知道它有沒有私有化 是 1135 1135 1135 沒有什麼 可能沒有 我記得它們是私有化 還是好像另一間 我記得以前有兩間 1725 是否真的 我都要做些功課才回答你 但現在這一刻我不管它 亞太衛星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消息 最討論 這樣啊 不用客氣 不過回答它 它說百度想設定買入價 暫時縮下跌幅 百度是買的 如果我覺得你要買 其實你現在要買 你也不用想太多 你要買 現在這一刻買就可以了 但你買完之後 反而突然轉 你用機器才離開 因為現在這一回合 這一類股份 一定是波幅很大 一定是波幅很厲害 所以變成你這些位置買的 當你假設買了的話 你可能用回前 就是昨天的那位置 163、164都要離開 是短炒算的 因為現在真的這些板塊 你要看一下 晚上那邊的美股那邊 這一類的板塊 是否有性的 因為我覺得是有些 兩者是有些消息的 沒錯 好啊 玉兒 參考一下現價你也可以的 不過就留意一下 昨天的那位置163 那些位置很離開 即是貨短線 內地那一隻 叫做ChartGPT的人氣股王 哪一隻 叫漢王科技 我剛才看到的新聞 就是內地現在很多分析員 專家 就特地已經在找出 這一系列的股份 其實每個都是這樣的 你問我自己 我都是這樣的 其實都很正常 是一個詳細 因為大家會覺得這個板塊 可能現在方興未熬 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大家可以找 大家當作鬥尋寶 但是我剛才講的 這一隻股份 這一隻已經是 看看 它剛剛的時間 它再漲停 應該是連續8天漲停 套年到現在為止 基本上已經是雷升了差不多1.8倍 這個A股那邊 以倍計 它是以倍計 所以這些股 真的會有什麼 真的 大家要保持 認真 要保持 可能找些 可能炒一些股份來買 不過說真的 香港這邊 多不多這一類股份 真的不多 暫時真的不多 所以 可以這樣說 如果假設有些股份 你真的覺得 慢慢斜邊 多人有一些 叫做太多東西 的話 來擺一下模仿 是啊 說了幾天 就是那些電信股那些 真的擺一下模仿 那些真的不需要 不需要什麼 它升一格 就是靠穩 但是 其實OK的了 可能要買一些 可能要買一些 擺一下 可能 你喜歡用這些 你當長線受惠 就拿著它 這些是長線 八道那些超短線 超短線 來炒一下 似乎就 五成就算了 真的算了 真的算了 看看就算了 這隻望下算 阿兆編 是好運科技 好像也有 這隻好像是 這隻昨天好像 好像爆了上去 我想都保持著 如果昨天 那個八道的消息這樣出 其實都彈了上來 不是呀 這些板派 真的叫做 是不斷留意著 真的 是啊 大家都密切留意著 不過講開講 今天都看了一些 和Stanley看看車股 看到有時間 看到一隻吉利亞 出了數 一月總銷量按年減少了 大概兩成九 就表示是 受春節假期提前影響 但是剛才 為什麼要說它 我看到很有趣 原來它出了一輛新車 叫做 紅貓MINI 好像四萬元便入場 你怕不怕 怕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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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個造型很有趣 聽起來也很有趣 很可愛 粉紅色 嘩 這件事 真是 笑女心爆發 看到 對陷國萬神車 五零宏光 對陷別人 最便宜是三萬九千九 我真是害怕 但我看上去覺得 好像很有趣 出了新車 問題是 你買一輛車 二手都不僅便宜 三萬元 你這樣駕駛 好像卡通 就是這樣駕駛 我覺得是這樣駕駛的問題 已經沒有什麼情況 是這樣駕駛 但對它的股價是沒有幫助 純粹看看 同時這些車 這樣便宜 第一 這樣駕駛 第二 有沒有錢賺 三萬元 我想它有錢賺 其實它 不知道 那時 場戲有些車 好像那一輛 那一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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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那一輛 那一輛 它要買一輛 一輛 為何要這樣做 爭取市場 是這樣的 競爭大到這樣 你也說過 車競爭很大 所以你問有沒有錢賺 我真的覺得 三萬元元的車 你材料都不像 我看到一張照片 畫過這麼有趣的小朋友 所以有時候 有些車買得很便宜 真的要想一想 情況就是 第一 當然 你真的想一想 最主要就是 安不安全 安全性問題 三萬多元 真的 這是什麼 好像電話 接下來更貴 那些電話 就是你想想 三萬多元 其實買一輛 那輛電腦 那輛電腦 那些 你想想買一輛三萬多元 我真的會很有保留 是嗎 大家看完就算 那輛電腦 那輛電腦 真的很有保留 那輛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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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會跟你說 牛紅 剛才他問過的 六八六九可能他剛才彈開了 我留言給你 歐漢 他說業績多好 但是明年未來的業績前景是怎樣 好 是業績好 你可以說行業的增速 我都看得到OK樂觀的 但是我對他的看法就比較 我自己個人對他的看法就有些保留 你只可以說 如果你有課的 你考慮一下 繼續拿著它 因為論業務發展 這一篇 乾纜 乾纖 一定的需求量是大的 因為你見到很多電訊商 招標的那些 你見到一些項目有的 一定是有單納的 只不過 理論是否行不行 我可能自己始終對於他這些板塊有些戒心 所以變成對他的看法就不是那麼正面 有些保留 有些神神的樣子 所以你有課 你就自己先拿著 他沒有課 現課可以賣掉 課就先看清楚一點 現在這些價位不算很吸引 那牛紅留意著 剛才小小的開始都說他有否認 但剛才這麼早有否認 但沒有影響 不是 可見了很久了 這條片 不過你看到他的價格又越縮 跌勢越少 暫時縮多了 暫時縮一點 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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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度暫時縮一點 跌勢3.1% 好 就這樣 問題可以答得差不多了 那麽也謝謝Stan 你們先和Stan你申報 剛才提到的股份 有沒有時候 有 也和大家申報了 好 謝謝你 你的環節相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見